民進黨南保管長候選人副部會在在有社會專業的民進黨無分区立委5月勤 以及南保管在地立委努美林培董基卡來進行社會考慮的責任 會長發表未來市政方向,要向南保管行為考慮大館 民進黨南保管長候選人副部會來到草頓基盤社會好理做團隊 欣賞社會團隊代表,以及關心社會政策的紀錄館、社會讀党、家庭教育課程來參加並行動活動 那我希望說因為我們要提升在地老化,希望可以設一個這種國民提升的運動中心讓我們這些可能在地的居民可以去運動 對啊,然後還有小孩子的運動、滑板等等的這些設施設備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我們的計程車其實在修改成無障礙計程車這件事情上面我知道中央其實有在推 可是南投好像這樣子的資源是非常少的,根本沒有鼓勵程車業他們去進行這樣的修改 但是南投很欠社區居住的部分,社區居住不是只有在城市才有需要 但農村其實很多心事障礙者現在可能獨居或者是他爸爸媽媽都已經失能了 也沒有人在盯他的生活,那這種孩子就很需要社區居住 我也會來鼓勵而且要來協助就是我們居住在家,然後比較長輩,比較亞健康的人 我會來設計讓他們出去這個觀光聖地或者是去吃大餐這樣子的一個旅遊模式 讓每一個人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照顧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要跟大家講一切都不容易,那需要找到對的人 蔡培會認真實在會做事,1126我們一起努力 可是培會他有注意到鎮影權,所以他是希望說以後南投線,我們都可以去 有據點的地方就來推動民法俱樂福 李維杜比林,以及社會專業的部分區立委5月金 兩人親身再來參加支持議員 竟然是非常肯定蔡培會維南道館任心定座,提出各項社會好利盡切 我們今天的社福挺南投的一個座談 也是希望能夠讓團體有機會來表達他們對於社會福利的一些看法 那也可以跟現場,未來的現場可以一起來努力,讓南投更好 蔡培會一直強調的進勞卡可以做計程車付健保費之外 我還會來推動就是我們的社區長照中心要裝冷氣 就是我們社區長照中心要有樂齡的體勢能,有專業的教練來帶動 那同時呢,外部也要有適當的這個遊樂以及運動的設施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很多的原住民地區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農村比較偏遠的地區沒有交通車 那未來,我也可以跟衛福部來爭取交通車 南投管長好選人,創培會所提出的社會愛心關懷集團 讓紀藍台下社工會做立高修,楊凱琳非常困難 做參與中,創培會所提出的各項社會政権 在中了,財政社會團體人數會有樂與紀臺 記者今天就算差不多 社會福利,聽難度